所以常常就是會被人笑他那把顏色 他可能自己看到是很美麗的顏色 但事實上像是他的表哥看到他 就覺得很像那種發霉麵包那麼奇怪的顏色 就常常會被人嘲笑 那他對他的表哥一些東西很像 很像你現在看到我說不出話的感覺 就是有一種更喜歡的感覺 但是後來發現原來他的心像 其實不是喜歡你 他就覺得非常難過 其實我覺得我覺得很棒這個片子 就是作為是有研究生對不對 然後有是視覺穿搭 視覺生自信的學生 其實某些程度上都算是 未來的話都會進入可能影視產業 可能都會很有興趣 那我覺得好像今天可以 大量介紹一下這個電影 在製作上面 這樣的一些問題 以及一些狀況 其實但我覺得剛剛的 比較特別的是 所以我們電影真的籌備的時間 可能就是比一般普遍久很多 其實這個電影是跟九將風九男孩 是同一年拿到電影舞蹈機 那我等著半了他們一年才退出 那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我選擇 所有的主角就是通過用心人 當然當然所有 其實我這個電影還很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一個推出 就是沒有它不會有這個電影 是我的堅持 我唸身 我唸身表演 那舞蹈算是我 我覺得它是帶領我進入這個行業 就是我其實本身今天 我演這件更大一個文氣 就是一直非常非常喜歡電影 然後我是有機會去跟他 跟舞蹈去的電影 然後就是他沒有我的鼓勵 所以我才慢慢走上這一條路 然後也是非常非常的幸運吧 就是他支持我拍了第一個電影場片 然後我說到演員這件事 其實很多人問我說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你要做一個困難的事情 就是說 所有的演通通都要用素人 用心人 我覺得那是我自己作為導演的一個 一個想一個考量吧 因為戲中的角色 他從高中演到大學 然後女主角是有兩個階段 一個是十歲 然後另外一個是高一 我自己其實看過了非常多 現場的藝人 或是很知名的偶像 但是我自己看了看了之後 我會覺得 其實沒有人 沒有人拍片一開始 我會想到什麼 我要找大卡司啊 賺錢啊 或什麼樣子 一定都會很失望過 可是在我看了這麼多演員之後 我自己會有一個感受是說 作為導演 我自己知道 每一個角色最需要的 因為是一個關於 在青春 啟蒙 對愛子啟蒙 然後一同對未來 處於一種茫然 在尋找認同 我覺得 我想像那個演員的 臉上應該有一種 他們眼睛當中 常有一種困惑 一種好奇 一種青色 那我自己覺得 那是很難表演出來的 我覺得他可能 他不會存在第一次演戲的 演員當中 所以那時候就很率性的決定說 那 那我全部來找 我用活用行人 那其實那個過程 我光找演員就找了一年 因為其實 你仔細去做之後 真的是過各樣的方法 就往後投消息啊 去非常多的學校試鏡 然後去坐在捷運出口啊 那邊看人 我真的是真的曾經在 因為我來高雄看見 我去過一個那個什麼 戲劇家商圈 我那邊站了一個下午 不是一個下午 就是站在那邊 就是hunting 這樣子 就是照人這樣子 就是試過各樣的方法 但是都 都 無功而反轉 一直做過 後來還是 還是透過專業的camping 然後找到他們 不過他們都是第一次演戲的親人 完全完全沒有表演之面 不過我是參加過 上星光大道 比賽 如果這位孩子 記者的話 沒有記者 星光二班 對啊 那我本來想找他 後來因為他會比賽 可是後來就 再想起他的時候 他就被淘汰了 結果 結果覺得 你應該是覺得 因為說 所以看到我 覺得想要找我來到 想 再想起來 可能中間只剩兩個禮拜 對不對 就很久了 這個歌很快 真的很快 就 敗翁師嘛 是的 然後 就看到他 然後 我覺得我那時候 找到他們三個親人的時候 我其實很擔心 我們今天是 出錢的老闆會有意見 因為 哇 就是 三個小孩完全不知道 拍電子怎麼回事 沒有視力度 沒有演技 那我就反而是 吳念珍導演 他只是給我一個 告訴我一個 他對演員的想法 就是也許 各位之後都有 可能會有機會拍片 或是說 呃 我忘了 反正就是 他 他一直有 告訴我的觀念說 其實電影 他是一個 看整體的 他是一個長的結構 他的比較廣告 他是一個長的結構 然後 你可能找 你找他 一個大牌的藝人 也許他的本身的 特質 跟那個角色 不是那麼的 match 但是你如果 一定要去 飾演一個角色 然後 貴也很難搞 你知道那種 如果大牌藝人 一天可能工作八小時 然後 一定要有保護車 還有 下午茶 然後 他 可是他不一定能夠成功的選 是那樣的角色 因為我們 我們對他有一個 寂靜的印象 你都覺得 楊成林 他是楊成林 然後 我們樂是同業 但是 親人演員 素人演員 可能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 我們對他沒有任何的 寂靜的印象 你第一次看到他的時候 就是 對他的所有認識 就是來自於電影裡面那個角色 所以他也說 反而是一種 比較 更容易的 如果他是本人的素質 是接近那個角色的 他們不要能夠成功的去 去 記錄 去詮釋那個角色 所以我早 反而是這樣子 鼓勵我 然後我就說 可是其實我是會畫畫的 因為 因為 我也不是學戲劇出身的 所以我覺得 怕說 那演技的這個部分 那我早就 我記得他就跟我講說 他導演是幹嘛的 導演 就是這個時候 你要 展現的 一個導演的能耐把 那我那時候就真的是 我從全決定他們之後 到我們定義這次開拍 我們整整 上表演課 上了三個月 然後之後就是 就是 鋪拔練高 因為我覺得他們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 兩個人之間 要有一種很自然的 像兄妹一樣的互動 那我就想說 這怎麼辦 所以馬上就用時間來換吧 就讓他們兩個真的變得很熟 所以我就 要求他們 每個禮拜 就早一天晚上 就來我家 然後 就 他可以教他 教小朋友做功課啊 或是他教他 他那時候要考 高中基特 高中基特 然後就要教他 因為反正是練習大的嘛 然後就 然後 我會一起討論劇本 一起討論這個角色 然後一起練習 就這樣子練習了一年 然後才 才上榜演出 那 雖然 以導演的真分 這樣說好像 聽起來有點 老王 賣瓜的一味 可是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 驕傲 就是這三位新演員 他們第一次 第一次 表演 他們的表現 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 美女朋友 然後看過的人 就非常非常驚訝 他們 可以做出這麼很自然 然後很生活化的演出 那 我真的是覺得 這個 也許這不是一個 拍電影的常態 就是說 不是所有電影都能夠 用這樣子的模式 進行 但是我覺得 在我去的方 在 這個部分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希望 大家可以 進行樂 看看 我們這幾位 這幾位新演員的表現